又是一年佳节,每家每户都在忙着过年 生活在东北农村的陈家老两口也不例外 满心欢喜地等着子女们回来 吃一顿团团圆圆的年夜饭 在一片冰淀雪地里 成母刚从集市回来去买了过年的年货 还没有等到进门 就被几个敲锣打鼓的 给团团围住讨要点新股费 又唱了几句讨喜的吉利词 才迟迟离去 正在成母拿着手里的窗花 细细端详的时候 成父回来了 成父年初就外出打工 现在临近年关才回家 还带了好些东西 包括给孙子的自行车 成母告诉他 三儿子过两天就要订婚了 高兴之余不免叹息 成父知道又要用钱了 问三儿子去哪里了 成母说他和女友小凤 同宵去看电影 大年三十那天 本是一家人团圆的日子 却持有老两口 孤单地彼此陪伴 找到了 担团圆 用